21世纪是一个环保的新世纪 电池可以回收 电话可以回收 电脑也可以回收 可是其实油漆也可以做回收 你知道吗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 能够请到Philip Gao来到节目现场 和我们谈一谈 其实油漆也可以做回收的 是 其实这个油漆可以做回收 是刚开始的吗 还是已经做了一个很久的一个事情 其实在加州是蛮新的 最近可能有三年可以这样子 在有一些别的州可以 其实在别的州 就已经其实做了蛮久 油漆回收的动作 对 像雷刚跟那个Kenneticut 可是加州可能两三年 Paint Care我们这个机构 有跟很多油漆店合作 其实你买油漆的时候 已经付了钱 已经里面有差不多35cent 已经付过 所以油漆回收的费用 对 所以其实我们购买油漆的时候 这个油漆回收的费用 就已经包含在买油漆的费用里 所以做回收这个动作是更为重要的了 那Philip跟我们先讲一下 应该要怎么样做这个油漆回收的动作 OK 其实很容易 你第一就是要找到哪里可以把你的那个老的生下的油漆交给谁 对不对 所以第一个就是要去查 可以打我们的那个 这个博打我们的国语或是热语的专线 对 这个热线 也有网站可以查 PaintCare.org 第二步就是把那个油漆都封好就不要让它露出来 然后放到车里面带进去油漆店 他们就会帮你拿走 帮你处理了 处理 所以其实很简单 如果你想要回收油漆的话呢 第一个步骤就是要先到PaintCare.org 这个网站上去查一下哪一个location可以回收油漆 对 或者是拨打国语或是粤语的热线 对 国语都可以通 然后就是打了之后 就问他们哪一个油漆店可以回收这些旧的油漆 之后就把油漆包装好 放在桶子里面包装好 让它不要洒出来 然后就拿到油漆店里面就可以了 就这样 就是其实它的动作是非常简单 可是有些人哦 他们在这个油漆啊 在放在Garage里面就放了很久很久 已经干掉了 可能都没有办法 不是像Liquid这样子了 这样的油漆还有办法做回收吗 是可以 其实你如果你油漆有二十几年都还是能 都还有办法做到回收的动作 所以不管是油漆放了多久都有办法做到回收 对 我们做调查发现有40%的人 他们家里车库或是房子旁边都有摆的很多老的 很多桶油漆 就是很大桶的油漆 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对 所以就是最好就是回收 所以其实真的有很多人 并不知道其实油漆是可以回收的 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处理这些油漆 那油漆呢就会一直放在车库里面 或就放在其他的地方呢 这样子一直放下去之后 其实对环境也是不太好 因为有一天如果它撒出来了 对环境就会有影响了 对不对 没错 这样的油漆对环境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就很跟那个机油很类似 如果你撒在外面 它可能会到地下水里面 或是它可能会流到那个海里面 或什么都会影响到那个大自然 所以今天非常谢谢Philip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和我们讨论 其实油漆回收的它的步骤非常简单 只要你愿意踏出这么小小的一步 上网查一查有哪一个location 愿意回收这些油漆 您就可以对所有的大环境 做更多的贡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